世界客家博览会成功的因素两个 第一 精彩的展览内容 展览内容我们都已经陆续就绪了 第二 要能够让我们全台湾 所有东南西北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体会到我们客家风情 跟客家文化的美 配合这一次的市客博 桃园市也特别的跟其他的旅游协会 600多家的旅行社合作 结合的是市客博的特色 推出优质的旅游行程 希望可以带动观光热潮 另外市客博的两大主展区 还有八大副展区也已经准备完善 就等八月跟民众来见面 还另外的旅客都可以来体验客家文化